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传远古时期 人类始祖福西曾在这里繁衍圣兮 从兴乐市区向北两公里 有一个合家庄 现存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遗迹 福西台 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八 合家庄这座普普通通的北方乡村 就会突然变得格外热闹起来 来自四邻八乡的人们 辅老邪幼 成群结队地聚集到这里 参加为期四五天的庙会 焚香祭祀 必获托福 这个习俗在当地由来已久 这究竟是个什么日子呢 相传 农历三月十八是福西的诞辰日 所以在每年的这一天 村里就会举办庙会和各种庆祝活动 向福西表达敬意 祈求幸福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当地的传统节日 三月十八庙会 据说这个传统已经保持了上千年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座古代的高台建筑 在节日的喧闹中默默助力 这就是新乐福西台 如果把三月十八的庙会 比喻成一处真实生动 朴实欢快的明天戏曲 那么福西台便是这出戏曲的中心和高潮 庙会就像是一个大集市 人来人往 商骨云集 但是最重要的内容 是人们走上福西台 虔诚的朝拜祭祀 在新乐的城市乡村 自古以来就一直流传着 关于福西的种种传说 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 福西不只是人们所敬仰的人类始祖 更是生动熟悉的传奇 相传古代洪水滔天 没有福西和女娲得以幸存 他们乘坐一只大葫芦随波逐流 飘到一处土港前停了下来 他们便在这里弃州登岸 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处土港因此叫做葫芦头 而土港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的新乐 洪水退去之后 大地一片荒芜 为了人类的繁衍生存 福西和女娲在这里结婚成家 生儿育女繁衍生存